那些不说相声却辈分很高的演员 王自剑和郭德纲史诗兄弟 王自剑曾因今晚80后脱口秀爆红 最近又以演员身份回归 但他最开始的身份其实是相声演员 还成立过自己的相声团体 北京第二班相声大会 几乎常常爆满 2011年时 王自剑为了更好发展事业 拜师侯耀华 而侯耀华的弟弟侯耀文先生 是郭德纲的恩师 按相声辈分来讲 王自剑和郭德纲同辈 两人算是师兄弟 王迅与郭德纲同辈 大松鼠王迅自小学习取义 19岁开始就跟随侯宝林徒弟 杨子阳先生学习相声 23岁正式拜师 因为杨子阳先生与侯耀文先生 同属第七代相声演员 所以王迅与郭德纲同辈 刘大脑袋是郭德纲师叔 乡村爱情中 饰演刘大脑袋的刘刘 虽然在相声领域并不出名 却是正儿八经的相声演员出身 辈分也非常大 因为是相声名家赵春天的关门弟子 所以他与马迹侯耀文 唐杰忠和石副宽等人同辈 比郭德纲还要大上一个辈分 刘威也是郭德纲师叔 演员刘威虽然鲜少说相声 但论辈分郭德纲也得教他成师叔 刘威17岁开始学习相声 师承相声前辈马敬伯 马敬伯的父亲是马桂元 马桂元的亲弟弟 并是相声大师马三弟 等于是20周年演出时 刘威就曾与郭德纲和于谦同台合作 这个行业内部 我跟于谦 我们这个身份的 应该管的教育生师叔 对 这个辈分 你还知道哪些 关于相声圈辈分的故事吗 欢迎留言讨论 我们评论区见 关注我 所长带你深挖娱乐圈 感谢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